现在吃这个不叫会不会比较瘦啊 很多人说可能会变胖 来看这个还在排队买甜甜圈吗 现在可是有更新的选择了 台北这间由米其林主厨呢 开的小店发挥了巧思 把纽约还有伦敦当红的甜点 可拿兹带进台湾来 而且采用的是可送的面皮 结合了甜甜圈的做法 在高温下去油炸 做出了酥脆的外皮 这松软的内馅的可拿兹 再加上的新鲜水果跟冰淇淋 这甜蜜的滋味 让很多女生都说这 甜甜端上座 满满的草莓 配上卡士达酱 再淋上练卤 怎么梦幻 哪个女生不爱 但是休旦积累 要吃之前不能免俗 先来几张美食招 就外酥 然后里面软软的草莓跟冰淇淋吃起来 然后就酸酸甜甜 这样搭配起来就很好吃 看起来像甜甜圈 吃起来却是可送 这是2013年 在纽约和伦敦 掀起一股热潮的创新甜点 可拿兹 采用可送面包的面团 结合甜甜圈做法 下锅油炸 越炸 越蓬松 口感多层次 越吃 越好吃 切的时候 我觉得 感觉好像很硬 可是它外面是脆的 那咬的时候 其实还蛮有嚼劲的 一口咬下 香 酥 脆 Q 内层还有蛋糕的明明口感 搭上新鲜水果和冰淇淋 在台湾一上市 马上攻占分领组的心 我听说是限量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挑白天来 想说晚上有可能会吃不到 店家每天限量100个 晚来绝对吃不到 而将可纳兹引进台湾的 就是它 可纳兹本身 它是去年六月的时候 在纽约发明的一个新的甜点 那纽约那边的话 他们是当作甜甜圈来卖 就是一个一个炸好 然后可能上面涂一点糖浆而已 或者一些蛋白霜 那我们是把它当作 一个完整的甜点来推出 所以方面会涂新鲜的水果 冰淇淋跟酱汁 草莓可纳兹 酸酸甜甜 像恋爱的滋味 人气一几棒 但巧克力配上化生碎片 经典口味同样 输人不输政 而另一家甜点店推出的可纳兹 口味更丰富 每一款都有两种以上 当季水果 就连一旁的冰淇淋 也是高级品 是我们的水果用料比较丰富 比较多种 然后藉由水果的酸 带走可纳兹的油性 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油腻 炸完还得送进烤箱 把油逼出来 纯手工制作的可纳兹 被使用非公 每天只卖三十个 限量的魅力 谁都无法挡 休假日生意好 一个上午就全部卖光光 在台湾 排队买甜点圈 逐渐退销 可纳兹症流行 现在不用出国 也能吃得到 记者黄明君力贯制 台北采访报道